看一下今天卖记者 然后像记者到手价也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像到手价的话就是到你们手价格 然后里面的话是包含壳膜快充 然后到手价的话是不会加其他的费用的 就是不会跟其他博主一样是报着拿货价 像报拿货价的话就会看起来比较便宜 但是拿货价再加上几百块钱 还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话是 是一直99的 苹果12普罗马斯 两重的 这个是5850 这块是 苹果11 3050 每把无锁2816g的 然后包含了一只超龙电芯3050 这个话是2899 好包含一只超龙电芯是2899 这块 这个的话是1950 好像这个机子的话测试有问题 我给大家说一下哪有问题 这就我们可以看到 到这里的话有个压伤的 屏幕有压伤 这很不明显 mfc 功能也是有问题的 我们扫描一下 这个mfc 表现 像这个mfc的话 很多人都没去测这个功能 然后我们哪个正常机子就是这个测好了 mfc 正常会直接打个勾的 像这个机子有问题 我们测出来有问题 就明天拿去市场换一个 或者他没货的话就退掉 好像我们卖二手机子的话 只要测试出来有问题 作为拿去换货的退 是每必要故意发有问题的给你们 因为我们卖集的话 要要包收货服务的 像机子出售后 我们都是要自己亏钱的 所以说都会调好的机子卖给你们 然后这两个的话是xsmart 2保16g的重新 这两个的话是卖 2650就是到手下2650 正拿货的话是比巴斯多效率的贵150到200块钱